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我跟大家先播报一下 最新消息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 这个汇率操纵国的问题 对 刚刚早上今天大新闻的时候我发了一个 打了个电话给今天大新闻播报 当时播报的时候西方媒体还没有登 我不知道现在只是自开西方媒体没有登 登没有登 也是我长期批评美国财政部的一个观点 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是理由不成分的 所以这个批评从当天开始 我就这么说了 事实上当时只支持 总统这么一个决定的是拉瓦罗 其他人都不支持 但是 川普拿一个枪啊 拉瓦罗那个摩洛欣怎么办呀 摩洛欣 部长也就只好答应了 答应了好了以后呢 这个舆论就有一点很不以为然 因为呢 中共实际上是操纵汇率 但它操纵汇率干什么 讨好美国 不让这个汇率产生很大的变化 来服务你美国的利益 同时要服务世界的利益 所以它来把这个汇率进行了真实的操控 如果中国的人民币一失控 它不要操控 只要失控 对世界的经济是没有好处的 因为它不真实的反映 中国的经济的水平 它也不具有一个世界上可信的合避力 那么你美国在这个时候就 指控 这个中国 恰恰搞反了 美国那我就不管了 你看那个你们学校的校长 就是当过哈佛大学的校长 他当过这个 萨摩斯 萨摩斯当过这个财政部长 他写的一篇很长的文章 他说历史会记录你这个 这个木鲁清乱来的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 根据我的了解是说 终于 要取消了 也许就是今天宣布 美国的外汇报告 也许外汇报告里面就没有了 中国这个会议的操纵国了 如果不是今天宣布的也就是这几天宣布了 总之这是第1条 第2条呢 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签订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 是在这个15号的上午 11点30分 对了不是就是15号 15号 川普说的真准 不是川普 对川普后来又改了 但是后来又改回来是对的了 就15号11点钟在白宫的冬天 200人参加 其实当时我就早几天我就知道了 我们最开始把这个人民 披露了吗 10个人 你还知道吗 要不要我背一下 你背背吗 你还真要考我啊 不是啊我们网友知道吗 你要对我们做新闻来说 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都要像 第一次做那样的认真 和详细 背一下啊 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 这是当作无愧 商业部长 曾三 这是两位你搜一下 用别人搜搜一下10个人啊 10个人好搜 第3位是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义刚 第4位呢 是这个 这个 这个国家法委 副主任林继泽 第5位呢 次数就不一定对了 是财政部副部长 七个六七个都可以 财政部副部长 兼 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廖铭 第几个了 六个了 五个了 然后这个 这个 外交部副部长 郑泽光 中国巨美大使 这个 这个 蔡定凯 信息部副部长 王志军 农业部副部长 韩俊 商业部副部长 王硕文 这样是个 怎么样 好 历所厉害 是我把这个名单 独家算是披露的 好 10点30分 这个 在 东庭举行 然后 明镜 新闻台 华尔街 电视台 都会进行 同步的布报 好 但是提出了 同步布报 对 同步翻译布报出来 我们还有 有人在这个现场 也许会拍一些独特的视频给大家 到时候再看吧 总之现场画面就提供给大家 第2个新闻 还有一个新闻讲的就是 中美之间会互相 设立这个 办事区 办事区 这个办事区 也可以叫监督区 名字我不 具体不知道 15号就知道 会互相设立 来监督这个 这个协议能不能执行 再一个呢 就是双方建立一个半年一次的 对话 对话会议 美国方面不是来自希泽 美国方面也不是库德罗 而是财政部长 穆罗钦 那么中国是呢 这个刘鹤 对这个事情 白宫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白宫 内部就认为呀 如果弄这么一个对话会的话呢 那么这个 这个 雷泽西怎么办 谢谢杰克 又打伤了 对 杰克又打伤了 你继续 对啊 美国内部有对这个对话 有不同意见 对 那么中国方面 已经答应了 中国方面就喜欢对话 美国方面就说 你又木鲁钦去跟刘鹤对话 然后你这里又是 雷泽西则也跟他去谈判 那你搞个什么搞啊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 这个意见不同意见怎么办呀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不同意见 但是听说这个还是定下来了 那么这个 这就是我报告的大客的情况 那么 中国方面呢 之所以习近平不愿意来 美国方面是提供了无数的诚实 你又选 夏威夷 拉斯维加斯 然后这个弗里达 这个 还有新泽西没有 新泽西没有 怎么会想到新泽西呢 曾经在翻案之一 是吗 还有新泽西大象城啊 还有一个是 几个农亚州 不是这个 新泽西州 那个川普在那有一个 有一个俱乐部 好好俱乐部 反正呢 美国给了各种各种名单 中国也做了各种各种名单 两边的这个 这个 团队啊 都在干什么 都在找世界地图 原来的 美国方面说 能不能把习近平的 那个行程表 未来几个月的行程表 告诉我们 那边就说能不能把川普总统的行程表 告诉我们 这样的话双方就找到一个中间点 所以 习近平当时 经过希腊 今天一月份的达伍斯会议 伦敦的会议 这个 很多很多的方案 搞到后面全部没有实现 全部没有实现 中国就有一点想拖了 知道吧 有一点想拖了 因为川普表现太着急了 但是没有想到 川普胆子真大 川普单方面宣布了 对他就干脆就一月十五号不拖了 对他那个还不十五号之前 他单方面宣布了 那个时候是我显微望的时候 当天我做了十几个节目 白宫 国会 有什么变化 北京有什么变化 我基本上是 跪下子跟大家报道 跪下子跟大家报道 那么这个 因为大家认为那个形势不对嘛 怎么可能会在那个时候 要答应协议呢 这个我报道了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到了北京以后 北京傻掉了 这我们没有答应啊 我没有签字啊 没有同意啊 不是还要见面的吗 对啊 然后川普总统这边就准备来狠了 又要来狠了 又要来狠了 在北京下午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 开得很紧急 开会快开完的时候 就开始通知记者 赶紧开记者会 记者到最后面开记者会的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多钟 川普到这边是早上再接到北京的消息 北京答应了 所以川普才打电话给莱特希泽说可以谈了 宣布了 惊心动魄 细节很多 看我的想点就点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 这一次的习近平呢他为什么 越来越不想来呢 因为合同的后面 比原来习近平想坚持的东西 要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 尤其是购买农产品的数字 购买美国商品的数字 一个是购买的数量一个是日期 这个中国方面都没有做具体收肯 中国这两方面都不披露 所以说川普说1月15号我就定了 他自己定的 这个 我也做了一个节目 这个里头的幕后 那么刚才从你补充的一些情况来看 是这个 这样一些东西 对呀 美国是不能等了 北京呢 好像这个 因为 原来莱特希泽清楚的是说是1月的第1个星期 嗯 对不对呀 莱特希泽是不会乱说话的 在某个意义上 北京和美方 有某种 新年的 第1个星期的 这个签署协议的某种意向 所以莱特希泽在这个协议12月13号签署的 这个达成意向的时候呢 达成协议的时候不是不是一下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就说我们会在新年的第1个星期去签 但是新年的第1个星期都快都快都到了 没有任何东京啊 这个 南华早报有一个消息披露出来 导致按照 这个新年的第1个星期但已经基本上接近第1个星期的月周末了 嗯对不对呀 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之下大家就发现发生的变化 对不对呀 发生变化 然后这个 这个 纳瓦罗出来否认 实际上否认南华早报的消息 就是说你不要信 没有消息来源的 匿名消息来源的消息 这个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还是 就是在翻译一些问题文件问题 那么这个礼拜不来的话下礼拜要来 但是呢 纳瓦罗这次留了个胡话 就是说 这个 最后 以谁的准呢 以 莱特希泽和川普说话为准 达成协议呢 这个纳瓦罗也就是被排除在这个 真正的决定权之外 抛出在这个 他实际上 没有真正的决定权 如果真正决定纳瓦罗就不会按照这个方案来 因为纳瓦罗的方案对中国很狠 七尊在呀几尊在呀 对不对 那么但是纳瓦罗有个优量的品质 就是只要总统说的 都对 他是就说 他就是这个 莱特希泽说的那个日期不对 免见的不能实现了之后 他就出来缓和了一下气氛 他说现在我们没有问题 只是在文本上翻译的问题 那么这周不来 下周有希望 就这样 然后川普的消息出来了 所以说 1月15号我们很想让知道就是说 川普是自己定的 北京 在某个意义上让北京 可能有点蚌蚱乱 他单方面定的 那么现在呢 不管怎么样 我原来 从我那期节目来看我觉得 也许1月15号不是这个双方达成日期的这个 签字的最后日期 我当时我会离这个签字的日期会 更加加快 迫近 那么现在除你说了1月15号肯定会签了 这是一个好事情 希望不要再变卦 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说 涉及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第3个话题就是说 接下来中美这个 经济关系的问题 这个 这个 脱钩还挂钩的问题呢我老陈是大师小平专门讲过 这个 我大概几个月以前我就讲过脱钩的挂钩的问题 那么呢如果抽象的讲 脱钩挂钩的话呢 他包括 这个政治 经济 这个 军事 国防安全 科技 等各个方面的这种交往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提到的这个 经济的这个脱钩 那么经济的脱钩呢是所有的这个脱钩里头最复杂的一个话题 争动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 这方面也提到纳尔罗就是说 又打赏了又打赏了 谢谢这个海天线啊海天线网友打赏是我们经常 看到这件事知道他经常打赏感谢啊 这个 那么纳尔罗呢就曾经 提到就说 有一个 总统有一个让一些产业链转移的一个计划 就是在某个意义上美国有一个要让经济上跟中国进一步脱钩的一些迹象 有一些有一些打算和安排 那么呢 那么这个协议签呢 这个我记得郑学光先生曾经谈过就是类似于 邓小平南巡的那样一种功效 又能够让中国经济再次产生一种活力 让共产党又又又活一回 他谈过这样一种担忧 但是我认为呢我总的结论呢我的什么看法呢 就是 在中美协议 签署之后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 脱钩和不脱钩的问题呢会呈现一种 非常的不稳定性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论 那么 这个那么为什么说他不稳定性呢 就是第一 首先面临这个问题 第一叫做贸易协议的执行的问题 刚才你谈到但双方决定建一个邦使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为了解决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协议的执行的问题呢 现在 决定搞一个对话 重启这个对话 这是这个对话 最后被接受的一个背景 他是作为这个执行机制的一环 被恢复起来的 那么说实在话的话 这一次 中美经济这种对话 在某个意义上它不是战略性的 它是技术性考虑 这是跟原来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 中美的经济对话 我给大家回顾一下 从2006年开始 那么那个时期呢 那个开始呢 小布什时期是 纯粹的经济 经济战略对话 这是误虚的啊 那个时候 然后呢 到奥巴马时期呢 把这个经济对话的信 这个内容呢 扩充了 那么 扩充了 在布什时期呢 对了大概五次 在奥巴马时期对了八次 前后十四次 那么因为它是 大家念嘴活 念口活 全部最后 基本上没落到 实处的地方 很多 这样的话呢 在川普上任之后呢 川普内部的这些鹰派 就说这个对话 从对浪费时间 把它都停掉了 这是这个背景 那么 在马阿拉哥 习近平显示 要跟川普 和美国改善关系的 情况之下呢 这个对话又临时恢复 又恢复了一下 恢复了之后呢 然后让汪洋和母乳清 对话了 对话又开始对话 但是呢 马上因为这个 贸易战 把这个对话又中断 又停掉了 哎呀我们有个问题啊 陈小平博士啊中国新闻是一点马上开始所以我们的节目必须停掉 好我们这个马上打住 马上打住因为 虽然还有网友提问但是我们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下一次我们必须要把时间给控制住 那我的观点是呢 也警命不了 也投稿不了 我认为就是一种 持续的不稳定性 对是正确的正确的 全部是对正确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接触啊 请大家看这个中国新闻中国新闻中国新闻马上进行直播我们现在未来的节目会有更多的直播 我们导播已经拆禁了抱歉抱歉啊 谢谢大赏谢谢大赏 今天这个谢谢大赏 这个 遗憾的是我们这个互动时间 接电话时间 今天没有了这个来不及了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六点钟的六条头条 有这个互动节目的 有这个互动节目的 大家可以看六到头条 六点钟还是直播 2500个观众在看 对六条头条呢 也是呢在明镜火拍播放 所以请大家马上看 中国新闻的直播 好 谢谢 感谢大家 嗯 嗯